再看一次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既然他跟着你嘛 一定有关系的 我们还是来看嘛 不是这样的 不 但你现在 你那个公司很赚吗 没有 那个公司早结束了 结束了 他投资的Allen 他的意思是说Allen Allen的公司啊 没有 那个公司结束 他后来到中国大陆去发展 从此以后碰到贵人 就开始起运了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到现场 下飞前几天被特别肿痛 对 而且发现 那不是普通的肿痛 是被附身了 哦 而且你还 你还凶闷 还打嗝 对 就是 好像鸡筒要 要Key Down的时候也会 我看过很多鸡筒 他们Key Down的时候 不是耶 我没有那个什么 火烧心什么 对 就是我看过 蛮多鸡筒 他们就是要开始 起鸡的时候会这样嗝嘛 然后我本身没有那个体质 但是 因为就上个礼拜跟同学见面 然后他跟我讲说 他这个脖子后面痛 那因为我本身有学方疗 我想说那我帮你按一按 然后 然后我在帮他按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那我就用催眠的语言跟他讲 只是说要让他放松 我跟他讲说 你可以感受一下你的脖子痛是为了什么 是什么原因 想要告诉你什么 然后一般的个案会跟我讲说 可能就是要告诉我要早点睡吧 营养均衡啊 然后 知识不良啊 这样子 最近压力大啊 都大概是讲这些 可是他就突然间一直哭 他就闭着眼睛开始哭 然后我从来没看过他哭了 跟他同学十几年 他是一个很 很少话 很坚强的女生 然后结果我就跟他讲 看到什么了 然后他就说 他说我不敢讲 我说你什么都可以告诉我啊 如果说他是一个潜意识 想要告诉你一个话 或是一个天使什么的 他说不是 我看到有一个身影在上调 我说那是男生还是女生 那我只是摸着他的手 要让他镇定一下 然后我就突然间感觉到 一个很清晰的画面 然后就拿着那个白领 然后要套上去了 然后我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是男生吗 他说好像是 可是我看不到他的脸 我说没有关系 看不到脸或许他是在保护你 因为要走的人可能表情都不是太好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他有没有什么话要告诉你 他就说不知道 我说没有关系 那我们直接观想白光 然后观想看他是信什么宗教 如果他是信菩萨的 就请菩萨来把他接走 然后他就说好 他已经回到天上去了 然后他感觉整个人松懈下来了 回家后他就传简讯给我 就跟我讲说 天啊 我从来没有睡得那么好 因为他平常都会失眠这样子 他就说那他那天回去以后 从晚上9点睡到隔天12点 他从来没有睡得那么舒服过 我说非常好啊 结果我回家以后 变得你不舒服 变得我不舒服 然后莫名其妙 就是我只是想要让他放松 结果不小心调出他的前世来 那我那几天就是常常会觉得 讲话讲到一半 不晓得在讲什么 接不下去 还有就是有一次我骑车的时候 看到明明眼前一个大十字路口 眼前是绿灯 沿路都是绿灯 然后我就骑 骑到一半的时候 好像突然间醒过来 很多车在扒 我停在路中央 然后是红灯 然后还有就是 就觉得说 我本来就有心脏病 可是我平常心脏病的感觉 是刺痛的感觉 可是那时候 是痛在不同位置 然后好像是有人从胸口里面 捶我那个感觉 然后整个悲异常的肿痛 所以你就知道自己 我那时候我只是觉得说 该去找按摩师了这样子而已 然后我去找按摩师 他帮我按的时候 他就突然间 就是他说他起鸡皮疙瘩 他跟我讲说 你最近是去了什么脏的地方 因为那个就是七月刚过去嘛 我说没有啊 我没有去山上 没有去海边 没有去人家葬礼 还是探病什么 他说可是他很凶耶 我说真的吗 你的芳疗师也会啊 他是一个泰国人 然后他有感觉 对 然后结果他就 男的吗 女生 对 然后我那时候是 我跟他讲说 我要来上娃娃娃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 灵异经验可以告诉我 然后结果他就说 你自己就有 为什么要问我 对 然后他就爱按的时候 我就开始 开始一直吐 然后要打嗝这样子 然后就打出来都是空气 完全没有食物的味道的感觉 而且就是一直想要流眼泪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说 你赶快去厕所洗一洗 全身洗一洗 然后要吐的把它吐一吐 然后我就趴在洗手台 一直呃空气出来 可是我觉得 那感觉是很悲伤的 然后好像想哭说不 想哭不出来 想说说不出来 整个喉咙被束住的感觉 啊我知道那不是我的感觉 因为我最近没有什么很挂心的事情 我就跟他讲 你如果有什么想要说的就告诉我 然后他只是一直吐一直吐而已 然后后来我回去之后 方较师就说 嗯那你现在有比较好了吧 他已经走了 然后我就说我真的有 我觉得现在身体有舒服比较多 然后我们两个一摸我们的背 就是就整个暖下来了 我回家后就做了一个梦啊 那我轮回了七十四 嗯七十六室 那我所知道的大概只有十几室 那我那天做的梦是说 我曾经是个将军 然后就是在战场上 然后我只梦到我死前的最后一刻 那这也是我们常常做催眠的时候会 一定要让个人看到他死前最后一刻 因为最后一刻我可以知道说 他是因为什么死掉的 他会有些执念留下来 然后也是要在那一世 要做一些和解跟放下 那一世的执念才不会去影响你 嗯然后结果我看到的是 我是将军 结果我死掉的时候 是被有很多剑穿到喉咙里 然后后来就又换了一幕 就回到那个要上吊的 那个官服的男子 结果他跟我好像是好朋友 然后就到这里为止 我不晓得我们是交情多好 然后隔天刚好也是碰到一个同学 他就跟我讲说 呃你最近好像不太顺 我就说你怎么也知道 这样然后结果就会发现说 原来就是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然后好像是他是 我就用问的 然后就我们有用那个领摆 就是让好像就是一个项链 下面有水晶就让他摆动 是的话就上下 佛的话就左右 就问他说 就问了那个官服的男子 你是不是自杀的 然后结果他说不是 我想说奇怪 我就看到你上吊 你怎么可能不是自杀呢 那你是不是上吊 他说是 然后问他说 你不是自杀 可是上吊是为什么 别人把他吊的 对 就是被刺死啊 你必须要死 这样子 对 所以他死前很绝望 然后他就是 我觉得那个胸门那个感觉 就是他想告诉我 就是他很冤 给你一杯毒酒 或者三尺白铃 选一个死法 就这样 对对对 他很冤这样子 然后他可能就是 可能我死了也没有办法去 他是个文官 我是个武官 然后我死了 我也没办法去帮他去 我在战场上杀敌 然后他在 为淘廷消灭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去帮到彼此 对 但是我这几天就跟他做沟通 然后他就 在我 我就闭上眼睛的时候 看到很多好像老照片的感觉 好像就是我们一起去 上吵还是什么的 对然后他就是我那几天很不舒服 可是我知道说 那不是我的感觉 并且我就跟他和平共处 然后在那天我们 我吐完之后 然后整个背松下来之后 我觉得比 比我做任何的催眠之前的 身体还好很多这样子 对 舒服很多 而且就是我的后面 就是手的嘎吱窝后面 就是一直在发红疹 可是当我吐完之后 他就退掉很多 之前擦药都没什么效 所以你刚刚想说 每一次是怎么死的 那个过程很重要 对 因为我们在 对 有所谓的执念 对 对 所以我之前有拜访过 那个正德佛教会 他们是在筹建癌症医院 对 那他们以前 他们有很庞大的那个 助念团 就是临终助念 然后我觉得他们有个精神很好 就是那个临终助念 现在其实很多佛教团体 都有帮人家做那个临终助念 他们不是只有助念而已 他们还去 还去化解这个死者的那个执念 对 所以有些嘴巴会睁开 有些眼睛没有闭完 然后都会去问家属说 他有什么执着的东西 放不下的东西 要先把这个部分 没错 帮他说好 去沟通完之后 否则你只有助念 他是 没有用 他是放不下的 对 所以像 像正德他们就有做这个 就是说除了助念之外 还有做这个开导 我觉得这个就是会呼应到你说的那个 那个执念没有消除 就会累世的 就一直在卡在那个地方过不去 是不是这样的逻辑 就说快要死的时候 这个事情还没解决 或者有一个人不愿意原谅他 对 类似这样 我一直都很不相信鬼神的 因为梅姐应该也知道 我哇哇来这么多年 五年来 我几乎每一集都说我不相信 不相信 真的还呛说有人再给我看嘛 对对对 因为记者就是也借过语评 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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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都不相信 但是奇怪 好像到了一个年纪 我都很容易碰到这些人 不知道会不会是 但观众可能会觉得说 你也碰 连按摩都可以碰到会看到的人 其实好像到一个年纪 就会遇到很多那种 看得到什么 好像是因缘到 但像我这次要选举啊 我也是 就我真的还是不相信这种东西 但是就很巧会碰到 比如说二郎神的通灵者 九天旋旅的 观之音菩萨的 那其中有一个九天旋旅 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我这次我选举 都是孤单一个人 我都没有团队 也没有什么什么这样 没有震荡 没有震荡 他跟我讲说 你不孤单耶 他说很多 没有人在帮你 但是很多鬼在帮你 所以我说执念不是坏事 这样讲帮你都鬼了 不是 我真的帮我的 那投你的事 虚拟世界的事 除了真实的世界 还有虚空中的很多力量在帮你 然后我都说 那为什么 他说 因为你跑社会新闻 跑了15年 那你社会记者 每次都要参加命案 所以我说鬼不见得执念是坏事 当然帮他们 祝念是排解他们心里面 那这些鬼 这些被杀的人 他死之前很痛苦 所以然后我帮他 他想要知道谁杀了他 也想要杀他的这个人 扶法之类的 那我报导新闻 帮他找证据 甚至有时候警察不太喜欢办命案 但是被媒体报以后 他非办不可 然后他说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样不小心就破了十几二十件的命案 他说这些鬼 他们这些死去的人 他没办法走 因为他也欠勤 他这个勤还没有还完 他一定要还 他一直在找机会也要还 可是我根本不需要他们 从他们没有需要他们 所以他走不了 他这十几年一直都困在这个地方 那好不容易我现在要做这个事情的选举 那你当选要几票 一万六吧 然后所以他跟我 后来他跟我讲说 你最近勤快的去走庙 尤其是土地公庙 他说这些人 这些鬼他都先放在这个地方 他如果没有投票权啊 你走庙 要配票一下 庙 去庙子里面 因为他们 他有东西给你带好 要给你 但是他 你不去走 他没办法还你 因为给你分配票就对了 我不知道 给你吹票就对了 所以这比台湾还好 真的没错 这叫跳一鬼 跳一鬼